罗马书第三章 那么,犹太人有什么优点呢? 戈损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很多。 首先,天主的神谕是交托给了他们。 他们中纵使有些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能使天主的忠信失效吗? 断乎不能,天主总是诚实的。 众人虚诈不识,正如经上所载。 在你的言语上,你必显出正义。 在你受审判时,你必获得胜利。 但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不义可彰显天主的正义, 那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能说天主发怒惩罚是不义吗? 这是我按俗鉴说的。 绝对不是。 如果天主不义,他将怎样审判世界呢? 如果天主的诚实可因我的虚诈越发彰显出来, 为使他获得荣耀。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作恶,为得到善果呢? 有人说,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为诽谤我们。 这样的人被惩罚是理当的。 那么,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吗? 绝不是的。 因为我们早先已说过,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 都在罪恶权势之下,正如经上所在。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明智人,没有寻觅天主的人, 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 没有一人行善,实在没有一个。 他们的咽喉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的舌头说出虚诈的言语。 他们的双唇下含有舌毒。 他们满口是皱眼与毒语。 他们的脚急于清流人血。 在他们的行径上只有蹂躏与困苦。 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 他们的眼中没有敬畏天主之情。 我们知道,反法律所说的, 都是对那些属于法律的人说的。 为肚色众人的口, 必是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认己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他前诚意。 因为法律只能使人认识罪过。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 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 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凡信仰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 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 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 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 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 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 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 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 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 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 既是这样,哪里还有可自夸之处? 绝对没有。 因了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 是因法律上的公刑吗? 不是的,是因信德的制度。 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信德, 而不在于遵行法律。 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 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 是的,也是外邦人的天主。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他是受割损的由于信德而诚意, 也是未受割损的凭信德而诚意。 那么我们就因信德而废了法律吗? 绝对不是, 我们凡使法律兼顾。 通过, 需要恶太人的道理。 然后我公布的凭信德是遵迫协损的, 以及关于远速支撱的凭信德。 这位请问信德可以来解释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